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聊的这个话题 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就是说在中国色情行业 应不应该合法化的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事件上热搜了 说是长沙的一对母女一起去卖 然后这个事就冲上热搜了 母亲是45岁 女儿是18岁 现在明码标价了 一个人就是148千 两个人同时就是2万 现在又有女人大代表提出来 这个卖音合法化的问题 然后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 你要是站在一个西方的角度去看问题 有的是法律上是明文是合法化了 有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允许你存在 有的就是说属于一种禁止 比方说在中东地区 那些国家那么他们宗教教义就不允许 那就法律就明文禁止 但西方国家就是说要么就是允许 要么就是你这边得提供一些证明 或者说是条件 比方说在荷兰 就有一个什么色情街 我曾经也是以前刷新闻刷到的 细节我不太了解了 反正就是说在色情这么一个一条街 你得远离学校你得远离那些住宅区 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能够去避免 这个社会一些负面影响 而且他们营业也大多都是反正都是晚上营业 对不对 然后晚上也不会造成很喧嚣 也不会扰迷 小孩子上学放学也不会路过这里 这是一个合法合规 然后像那些女性我认为你让她合法了 才能够对女性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在法律法规之下 那么体检有健康症 你持症上岗 对以前在49年之前 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是一个允许合法存在的行业 都有专门颁发那个妓女证 我记得他之前都看过一些老照片 那么现在在中国就是说一直都是禁止 一直都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业 道德败坏的行业 这是一个很具有真性的话题 但是存在即合理 你得去看这么一个行业 自从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时候 这个行业它就存在了 你抹杀不了的 你中国历史你是看什么东州东西州 东西州太远了 从春秋战国 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这种行业了 青楼行业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市场有这个需求 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去禁止 这基本上这个七情六欲你是进不了的 包括当初的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齐国管仲 他在对于这一块 他就比较放松 他也看得开 允许你存在 不信你去查一查齐国管仲 关于这个事情这一块 好像是有过一些治理的一些方法 那么你再说回到现在 现在是一个中共掌权 他就不让你去有这个行业 但实际上在每一个城市 你都能够或多或少的去找到这么一个灰色地带 你比方说以前在哪里 广州以前我们公司给我们租的宿舍 就在广州石白村里边 房租便宜 我们租了一道三局市 然后石白村你走到尽头 你往深处走 然后到了晚上11、12点的时候 那些小妹妹们穿着暴露的衣服就出来了 包括其他一些城市 我都见过 包括北京北京城中村 包括西安 西安一些那些呃城中村 你看明明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但是呢这种行业它你就打压不了 你就禁止不了 啊 那你怎么 你说放开放开的话 可能这个中国政府 他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 怎样 啊 那你再说一说 另外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哪里啊 东莞 东莞 东莞不是被称之为中国性之都吗 啊那在2013年之前 习他上来之前的时候 那东莞在这一块他是非常繁荣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老板带着我去深圳啊去见一个客户 回来的时候呢 经过虎门大桥 虎门大桥天天塞车呀 一塞车都塞这个几百米长的塞车都塞上公里啊 反正就是成千上万辆车都塞在那里 一堵堵一两个小时很正常 虎门大桥 广东的朋友应该有印象 哎 每当塞车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小伙子拿着卡片到处去发 到处去发 然后我那天我跟我老板都收了好几张门片 说欢迎老板啊到东莞去消费啊 那时候呢跟朋友在吹牛逼 要说啊等哥们有钱啊等哥们发钱了 我请你去东莞去啊 去体验一把消费一把 然后朋友都笑我 你有多少钱你消费得起吗 是吧 吊丝吗 那时候年轻吗 那时候啊不懂事吗 狂吗 是吧 那你看在东莞啊 咱们别的城市就不扯了 在东莞这么一个兴致都啊 你说他合法吧 严格来说他不合法 但是他存存在不存在 产业齐全不齐全 产业也很齐全啊 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啊 有利可图市场有需求啊 那么再说一个 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一个男多女少的一个情况 男的找不到对象的太多了 他们太需要有这么一个管道去 发泄一下压力了 然后呢 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吧 还还胆量心惊 因为在法律上这是不不被允许的 如果说被抓到了 这多难看啊 这多难受啊 啊 以前我那时候还还还还单身的时候 我老爹都暗示我 你单身太久了 你可以适当的去消费一下 啊 我觉得我我爹还是挺伟大的 能够体谅我啊 那时候单身时间太长了嘛 嗯 就是说 像这种行业呀 说阳心话 嗯 应该让它合法化 但是呢 这个管制这一块呢 这规章制度这一块呢 你同时你要把这个标准 你得建立起来啊 要必须得要保持这个健康啊 啊 必须得按时体检嘛 而且也不能够扛蒙拐骗呀 对啊 就是说这个国内这什么仙人跳 这种事情也非常多呀 啊 有时候我出差 在国内那几件不是不是经常出差吗 一下胡着站 总是有许多人过来 小伙子小伙子 我们这便宜三十四十五十什么东西 哎呦 这个价格喊了就不对劲 啊 我去吃一顿肯德基 是吧 也不止不止这个价呀 你喊那种便宜什么意思呀 你想来想想骗我炸我仙人跳啊 对不对 像这种事情 所以说你这个行业你只要以规范了 你和让他合法化了 然后呢 这相关的犯罪啊 诈骗呢 社会治安呢 啊就少了啊 男的他有了一个管道去书去书 书通 他就不会想着作奸犯科了 啊 这是什么是这闲者状态 什么叫闲者状态 事后啊 抽油跟事后一样 那是闲者状态啊 闲人吗 圣贤嘛 就不不想着作奸犯科了啊 你看看像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拉斯维加斯啊 他这就是一个两者结合 一个是赌博 一个是这个什么啊 色情啊 你说这两个行业色情跟赌博 你说放在其他的很多城市 都是明令禁止的 不合法的 不让你建的 但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么一个城市呢 就允许 为什么呀 这是有着他独特的这个文化呀 当初好像是修建哪个水坝好像是在在在在洛杉矶啊 旧金山啊 修那个水坝是给整个加州那个供水啊 实现那个那个修水坝 然后呢 很多工人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说很多都是跑到这个拉斯维加夫那边啊 去聚在一起啊 喝酒啊 嫖娼的 赌钱的啊 是一群修水坝的南工人 当然有这个需求了 有喝酒的需求 有赌博的需求 有嫖娼的需求 是吧 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沙漠之城 拉斯维加斯就成为了美国赌城啊 是吧 这是今天看到这么一个长沙一对母女啊 大家也不用太口诛笔伐 也不用去看不起人家怎样怎样的 人家这个可赚钱了啊 有的一个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啊 这个一个大票老师啊 女老师 他去做兼职 最多的时候呢 一个月能赚到30万啊 就靠做这个兼职 一年之内买房买车啊 你看不起他 他还看不起你呢 所以说都是凭本人吃饭 不投不抢的 这吧 创造GDP就快要装床 说你怎么怎么好去 那个啊 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个女权女权啊 女权这么多年 是吧 他们有这个权利去 也不是说有这个权利 其实很多人都是被逼的 生活所迫啊 已经是生活所迫了 去做这种生意啊 皮肉生意 到最后呢 你还给他灌了一个非法的名义啊 然后把特别是在中国抓嫖的时候 感觉特别具有侮辱性 你干脆就给他喝麻烦算了 你不要再羞辱这些女性了啊 人家生活够不下去了 人家愿意去做这个买卖 就让人家做算了 当然了 谁也不想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呃 扩泰菜什么逛窑子什么开开 季院啊 不图赚钱就图爽 这种少少 不是说没有少 那都是被生活逼的 好吧 对于这种对这个行业呢 对于这个职业呢 以及这个从业者呢 咱们还是要宽容一些啊 能够合法合规啊 这是最好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吧 那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先说到这里啊